好下面呢我们看第二章第五节 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 那么第二章第五节 每年的分值都差不多 两个单选一个多选考四分 最为常见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个成本分析的依据 那么成本分析的依据 103页到104页之间呢 讲了三个核算 那么这三个核算啊 这么几句话 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首先呢是会计核算 会计核算啊 这个比较在第一行 会计核算主要是价值核算 值得这句话就足够了 啊就能解决考试问题 好下面呢我们看业务核算 首先呢是业务核算 这个必要的下第三行啊 业务核算这个必要的下第三行 业务核算的范围 比会计统计核算范围要广 好 会计统计核算 一般是对已经发生的活动进行核算 业务核算不但可以核算 已经完成的项目 是否达到软利的目的 而且还可以对 尚未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活动进行核算 啊 就会计核算和统计核算啊 是对已经发生的活动进行核算 对吧 这个业务核算呢 它很特殊 啊就已经完了的项目 我可以核算 尚未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活动 也可以用业务核算法来进行核算 然后呢 104页 第一行 啊 104页第一行 业务核算它的目的啊 业务核算的目的 在于迅速取得资料 以便在经济活动中 及时采取所有的进行调整 啊 这业务核算的目的 好 下面呢 我们要统计核算 统计核算啊 这一资计核算第二行 第二行 它的计量尺度比会计宽 可以用货币计算 也可以用食物或务动量的计量 好 然后呢 这一资呢 第四行 第四行 不仅能够提供绝对数指标 而且呢 还能提供相对数和平均数指标 对吧 可以计算当前的实际水平 可以确定变速度 以及预测发展的趋势 这是统计核算 好 我们看个例子 关于施工成分分析依据的说法 正确的是 这是个纵快点对吧 A统计核算 可以用货币计算 对不对 正确啊 我们刚才讲了 不仅可以用货币计算 还可以用食物或劳动量的计量 对吧 BCD我们也看一下啊 B业务核算主要是价值核算 会计核算 对吧 会计核算主要是价值核算 所以B是错误的 C统计核算的计量尺度比会计核算窄 我们讲的统计核算啊 它的计量尺度啊 比会计宽 对吧 所以正好说法子 第一 会计核算可以对上位发生的活动进行核算 对上位发生的活动进行核算的不是会计核算 而是业务核算 对吧 答选A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成本分析的内容 我们书上写了五条 这个呢 没法处理考 不要乞啊 成本分析的步骤 书上又写了五条 对吧 步骤嘛 可以考先后次序题 对吧 那么步骤的五步啊 我要求他们特别需要注意一下的啊 就第一条第二条 为什么 这个你 特别容易出错 我就问大家啊 是先选择成本分析的方法呢 还是先收集成本信息啊 我们讲啊 同志们 应该是先选择成本分析的方法 然后再收集信息 是不是容易出错啊 对吧 和平345这三条呢 就比较简单了 对吧 处理数据 分析软音 形成结果 对吧 345都很简单 关键是第一步和第二步 它容易出错啊 特别注意一下 下面呢 我们看成本分析的方法啊 成本分析的方法 首先呢 是成本分析的基本方法 基本方法啊 这个B2在第一行 成本分析的基本方法 包括比较法 因素分析法 差额计算法 比例法 啊 别小看他 考过两次多训理 06年考一次 2010年考一次 隔了十好几年了 对吧 我们要去混 好 看个例子 施工成本分析常用方法 比较法 因素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也叫连环置换法 后面会讲到 对吧 然后呢 差额计算法 比例法 对吧 我搭一句ABCD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这个比较法 比较法 这种第一行 比较法又叫做指标对比分析法 那么指标怎么对比呢 123阿拉伯数字123 三个标题也请标记 这要考过多训理 其实也可以啊 啊 那么怎么对比啊 将实际指标和目标指标 进行对比 本期实际指标和上一期实际指标 进行对比 对吧 然后呢 和本行业的平均水平 先进水平进行对比 啊 当然考的很简单 了解一下 下面呢 我们看因素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呢 要求从那么掌握两个内容 首先呢 是因素分析法的概念 不要去下第一行啊 因素分析法又成为连环置换法 对吧 这种方法可以分析 各种因素的成本的影响程度 因素分析法有啥用 考过四次 因为我们最近的一年是2016年考的 隔了四年了 咱要去会啊 因素分析法有什么用啊 因素分析法有什么用 分析各种因素对成本的影响程度 对吧 好 这是概念我们要去会 好 因素分析法呢 概念我们讲完了 对因素分析法啊 除了概念之外 我们还要求从他们掌握的第二个内容呢 就是因素分析法的计算 啊 那么计算呢 我们书上呢 写了123的566个步骤 抱着背没必要 你会算就行啊 会算就行 都因素分析法计算啊 我要求同志们掌握知识 105页最下面 立1z202052-1 啊 202052-1 这个例题打着够 这个例题 我们也要去会 啊 那么 这个例题呀是这样啊 同志们 题目呢 请大家看教材啊 题目呢 请大家看教材 解法 你就别看教材了 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上这个解法 显得很乱 你一个不小心容易看糊涂了 对吧 题目呢 请大家看教材 解法呢 请同志们看我的课件 啊 好 我这个解释你听懂了就行了 好 我们实际来看题目啊 我们这里呢 有三个因素影响成本 哪三个因素 产量单价损耗 对吧 三个因素影响成本 啊 目标产量 就是计划产量嘛 600 对吧 实际产量630 计划单价710 实际单价730 计划损耗4% 实际损耗3% 对吧 好 下面呢 我们就要分析啊 产量单价损耗 这三个因素 它的成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怎么分析呢 看我们的课件 啊 按我这个套路来 因素分析法怎么分析 首先呢 第一步算计划成本 啊 计划产量600 计划单价710 计划损耗4% 对吧 算计划成本 600乘710 乘1加4% 443040 对吧 这第一步啊 算计划成本 这里有个小的问题说一下啊 有次说 郭老师 计划成本太好算了 对吧 600乘710 乘4% 你要是这么算 那咋办呢 那就真没辙了 那就真没办法了 啊 那谁也救不了你了 这4%这什么 这是 这损耗啊 对吧 所以呢 在这里乘1加4% 对吧 咱不能在这犯低级错误啊 对吧 好 这是算计划成本啊 下面呢 下面我们就连续的用变量实际值取代 计划值进行分析啊 对吧 因素分析法呢 又叫连环替代法嘛 对吧 就连续的用变量的实际值取代计划值 进行分析 第一次期待啊 第一次期待 我们有实际产量 630 取代计划产量600 好 产量换完了以后 请注意 单价和损耗 那就不能再换了 为什么 一次只能替换一个变量 一次换几个 一次换一个 啊 好 算成本 630乘700 一乘1加4% 465192 算偏差 简直我们 计划成本443040 啊 这个偏差是多少呢 2152 对吧 说明什么呢 说明产量增加 导致成本上升 2152 对吧 第二次期待 第二次期待的时候呢 就有个问题了 就有个问题了 就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第一次已经换完了这个产量 我是用计划产量600呢 还是用实际产量630 请注意啊 一次只能替换一个变量 已经替换的保持不变 换完了就不能动 啊 已经替换的 就要保持不变 对吧 好 那么这个产量呢 已经替换完了 维持 630不变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有实际价格730 取代计划价格710 对吧 价格换完了以后 这个损化4%还能不能换 不能 为什么 一次只能换几个 一次只能换一个 对吧 好 算成本 630乘730乘1加4% 47896 对吧 好 下面呢 下面算偏差啊 这偏差计算呢 就容易出错了啊 我的这边 是我们第二次替换的结果 47896 减着计划成本 443040呢 还是解决第一次替换结果 465192呢 请记住 相邻的替换结果 算偏差 相邻的替换结果 算偏差 所以说 应该是我们第二次替换的结果 解决第一次替换的结果 47896 解465192 这就是我们要求的偏差 对吧 13104 说明什么 说明价格上涨 导致成本上升 13104 相邻的替换结果算偏差 第三次替代 第三次替代的时候 前面两次已经换完这个产量和单价 换完了就不能动 对吧 已经替换的 保持不变 然后呢 我们用实际损耗 3% 取代计划损耗 4% 对吧 用实际损耗3% 取代计划损耗4% 我们来算成本 算成本 应该是630乘730乘1加3% 对吧 630乘730乘1加3% 473697 473697 算偏差 相邻的替换结果算偏差 对吧 相邻的替换结果算偏差 第三次替换的结果 简直第二次替换结果 负的473697 减47896 负的4599 说明什么呢 说明损耗降低 导致成本下降4599 损耗降低 导致成本下降4599 好 这个因素分析吧 刚才呢 我们给同志们总结了 总结了两个计算的规则 首先呢 一次只能替换一个变量 已经替换的保持不变 对吧 第二 偏差怎么算 相邻的替换结果算偏差 对吧 相邻的替换结果算偏差 对吧 对于因素分析法来说 还有一个最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放到最后来讲 我们讲啊 我们这里呢 是先替换产量 然后替换单价 最后替换损耗 我得出这么一个分析结果 对吧 好 那我问他们 我要是把替换的次质变一下 比如说啊 我先替换价格 然后替换损耗 最后替换产量 分析的结果 还是这个结果吗 这是因素分析法来说啊 替换的次质一变 分析的结果就不一样 如果你不信 你可以去试一下 所以说啊 这是因素分析法来讲啊 替换的次质 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对吧 那么替换的次质怎么定呢 替换的次质怎么定啊 我们看 教材105页 105页啊 中间双括二这段 括号里这个内容 排序规则啊 先实物量 后价值量 先绝对值 后相对值 替换的次质怎么定 先实物量 后价值量 先绝对值 后相对值 对吧 大家看我们的道题啊 先替换食物量 产量 然后呢替换价值量 单价 对吧 他们俩都是绝对数 最后替换损耗 百分比 这个相对数 先食物量后价值量 先绝对值 后相对值 因素分析法 我们就跟同学们讲完了 我们看例子 下列成本分析方法中 可以用来分析各种因素的成本影响程度的事 是哪种方法 因素分析法 对吧 分析各种因素的成本的影响程度 就是因素分析法嘛 所以答应该选A 因素分析法也叫做连环置换法 对吧 我们再看看例子 某事公项目 上面混质的目标成本啊 42万 目标产量500 目标单价800 预置损耗率5% 对吧 实际成本呢 511680 实际产量600 实际单价820 实际损耗率4% 还因素分析法 进行分析 排序的顺势 还告诉你的 产量单价损耗 问啊 由于产量提高 而增加的成本 这是不是和我们刚才那个立体一 就换个数 对吧 其实特别简单啊 第一步算什么 算计划数啊 对吧 500 乘800 乘1加5% 对吧 1加5% 这第一步算我们计划数 然后呢 第一次期待 先换什么 先换产量啊 对吧 我们实际产量是多少 600 对吧 啊 产量换完了以后 单价和损耗能不能换 不能换 一次只能换几个 一次只能换一个 对吧 对吧 600乘800 乘1加5%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替换的结果 对吧 啊 算他们俩的差 他们俩的偏差是什么 他们俩的偏差 就是产量的变化 对成本的影响 对吧 这个差额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100乘800 乘1加5% 对吧 8万乘1加5% 啊 8万乘1加5% 都不用N计算器 答案肯定选C 对吧 肯定选C 好 看教材106页啊 下面呢 就是这个差额计算法 对吧 差额计算法 这座第一行 差额计算法 是因素分析法 这种简化形式 其实它和因素分析法 是一码事 啊 我们教材的这个例题 例 1Z202052-2 这个例题 打着够 啊 这个例题 我们要去绘 那么这个例题呢 是这样的啊 我们书上呢 就一个表达式 往来一列 对吧 你不能抱着去死金妹 啊 对吧 这里就一个表达式 这表达式怎么来的 对吧 咱们得搞懂 你抱着死金妹 那可不行 啊 好 其实呢 差额计算法 它和因素分析法 这一回事 啊 就是我们这道例题啊 我建议同志们 你啊 用因素分析法 把它解一遍 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例题呢 有一个细节呢 稍微讨厌一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来看啊 我们这里啊 预算成本啊 计划预算成本300万 实际预算成本320万 对吧 这概念的 特别难以理解 对吧 也就是 郭老师 啥叫计划预算成本 啥叫实际预算成本 对吧 所以呢 理解起来比较费劲 那我建议同志怎么办呢 你啊 就把预算成本 预算两个字啊 把预算两个字 把它当作没看见 把它当作没看见 就计划成本300万 实际成本320万 这来理解就可以了 计划成本将近率4% 实际成本将近率4.5% 对吧 好 下面呢 我们就要分析 成本的变化 和成本将近率的变化 对成本降低额的影响 好 怎么分析啊 用一次分析法来去分析一下 对吧 首先啊 第一步 算成什么 第一步算成计划数 对吧 计划成本多少 300万 计划成本降低率 4% 对吧 300万成4% 就是我们计划成本降低额 对吧 好 然后啊 第一次期待 第一次期待啊 先替换谁 后替换谁 先 食物量 后 价值量 先 绝对值 后 相对值 很显然 我们先应该替换绝对值 对吧 替换成本 把这个300给替换掉 对吧 实际成本多少 实际成本320万 好 成本替换完了之后 后面这个 成本降低率 还能不能换 不能 为什么 一次只能换几个 一次只能换一个 对吧 成4% 对吧 算他们俩的偏差 他们俩的偏差是什么 这个偏差是什么 这个偏差是什么 就是成本的变化 对成本降低额的影响啊 对吧 我们这个表达是 不觉得这么难的吗 对吧 他们俩的偏差 就是成本的变化 对成本降低额的影响 对吧 第一次期待啊 第二次期待 第二次期待啊 就是换我们这个成本降低率了 对吧 第一次已经换完这个320 换完了就不能动 对吧 已经替换了保持不变 保持320不变 然后呢 我们有实际成本降低率 多少啊 4.5% 替换 计划成本降低率 4% 第二次期待的结果 对吧 偏差怎么算 相邻的替换结果算偏差 对吧 简直第一次替换的结果 对吧 这个偏差是什么 这个偏差是什么 就是成本降低率的变化 对成本降低额的影响 对吧 好 所以说啊 这个差额进行法 本质上就是因素分析法 它和因素分析法是一回事 对吧 对我们这个例题 你啊 会有因素分析法 把它分析一遍就行了 其实很简单 好 我们看看例子 某项目施工成本数据给了啊 根据差额计算法 成本降低率提高 对成本降低额的影响 大家看啊 计划成本呢 220万 实际成本 这应该 240万啊 实际成本是240万 计划成本降低率3% 实际成本降低率3.5% 啊 下面呢 要分析成本降低率的变化 对成本降低额的影响 对吧 咋分析 第一步就是算计划数 对吧 计划成本 220 计划成本降低率3% 对吧 220乘3% 这是我们计划成本降低额 对吧 第一次期待 我们有实际成本呢 240 取代计划成本220 对吧 240乘3% 好 然后算他们俩的偏差 他们俩的偏差是什么 他们俩的偏差 就是我们成本的变化 对这个成本降低额的影响啊 对吧 但是我们这道题啊 要求我们分析啊 成本降低率的变化 对成本降低额的影响 对吧 所以我们还在替换一次 啊 第二次计划啊 第一次已经换完这240 换完了就不能动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有实际成本降低率 3.5% 取代计划成本降低率3% 对吧 好 偏差怎么计算 相邻的替换结果算偏差 对吧 第二次替换结果 简直第一次替换的结果 他们俩的差额 就是这个差额啊 这个差额 就是我们成本降低率的变化 对成本降低额的影响 对吧 算一下 是240 乘 0.5% 对吧 240乘0.5% 所以答案肯定选D 对吧 1.2 好 看借口107 比例法 首先呢 请大家把三个标题 表现 比例法 包括相关比例法 构成比例法 动态比例法 对吧 好 构成比例法 这次来说第一行 构成比例法呢 要成为比重分析法 或者结构对比分析法 对吧 这次来说第二行还有个细节 同时可以看出预算成本 实际成本 降低成本的比例关系 这个细节嘛 要考一下也可以 对吧 比如说啊 无论成本 可以看出预算成本 实际成本 降低成本 比例关系的 这种成本分析方法 是哪一种方法 构成比例法 对吧 好 下面呢 我们看综合成本的分析方法 综合成本的分析方法 首先呢 这分布分析过程成本分析 这个 分布分析过程成本分析 这个比较下第一行 分布分析过程成本分析 是施工项目成本分析的基础 那么 这的话呢 可以单独考 对吧 施工项目成本分析的基础 是什么 分布分析过程成本分析 但是更有可能是在综合体里考 对吧 好 分布分析过程成本分析的对象 是什么 以完分布分析过程 做完了才需要分析 对吧 分布分析过程成本分析的基础 是什么 对象是什么 一般来说啊 只能在综合体里面考 对吧 分析的方法是 进行预算成本 目标成本 实际成本的三算对比 这三算对比 可以单独处理考 这三算对比 是哪三算呢 预算的 目标的 实际的 对吧 好 再下面再来论 预算成本 来自于投标报架 目标成本 来自于施工预算 实际成本 你不干脆猜的对 对吧 预算的 目标的 实际的 三算对比 什么是预算成本 预算成本 来自于投标报架 对吧 目标成本呢 来自于施工预算 好 然后呢 再下面再来论 第二行 再下面再来论 第二行的最后 但是 对于那些主要的分布分析工程 则必须要进行成本分析 而且要做到从开工到俊工及系统的成本分析 关键字 就这几个字 主要的分布分析工程 我问他们 是不是每一个分布分析工程 我们都要分析 不是的 只有主要的 我们在分析 对吧 而且呢 要自从从开工到俊工及系统的成本分析 好 这是我们 分布分析工程成本分析 分布分析工程成本分析 给大家说一下 能这么几句话 三算对比 可以单独出题考 剩下的几句话 通常只能在综合期里面考 这是个很重要的考点 离我们最近的一年是2016年考的 隔了四年了 必须得会的重要考点 好 看例子 分布分析工程成本分析的三算对比 指的是哪三算 三算对比是哪三算 预算成本 目标的 还有什么 实际的 预算的成本 目标成本 实际成本 大家应该选B 关于分布分析工程成本分析下来说法正确的是 这是考 分布分析工程成本分析最常见的考试题就是出综合题 A分布分析工程成本分析施工项目成本分析的基础对不对啊正确 B必须得对施工项目所有分布分析工程进行成本分析 对哪错不得 只有主要的我们在分析 不是所有的在分析 对吧 C分布分析工程成本分析的方法是进行实际成本和目标成本的比较 预算的目标的实际的三算对比 说的不是特别完整 对吧 D 分布分析工程成本分析的对象是以完分布分析工程对不对啊正确 做完了再分析嘛 对吧 E 最主要的分布分析工程要自从从开工到进行工及系组成本分析 正确 所以呢答案选择A第一 好 下面呢我们看月做成本分析 月做成本分析呢首先呢是这个月做成本分析啊 这个标题下第二次来到第一行 月做成本分析的依据是当月的成本报表 这个呢单独考考不了 可以在综合题里面凑个数 对吧 那么月做成本分析的内容啊 我们书上呢一共写着六条 那么这六条啊 两个细节我们请来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首先呢是双括三十段 109页啊 上面双括三十段 第三行的最后 有这么一句话 如果是规定的政策性亏损 我们应该怎么办 都是规定的政策性亏损啊 我们应该从控制支出着手 将超值额压缩到最低限度 这是个细节啊 但是可以考啊 这是个细节 好 然后呢 下面第四条也请注意一下 通过 技术技术指标 实际与目标的对比 分析产量 供期质量 三台节约率 机械利用率 对成本的影响啊 其实我们月做成本分析啊 要分析产量供期质量三台节约率 机械利用率对成本的影响 第三条和第四条这两个细节请来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看个例子 某工程家们进行月度和季度成本分析时 发现属于预算定额规定的政策性亏损 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这政策性亏损应该怎么办 控制支出 对吧 尽量控制支出 把超值额压缩到什么 最低限度 大应该选A 好 下面呢 我们看年度成本分析 首先呢是年度成本分析啊 这个B2下第一行 企业成本要求一年结算一次 不能将本年成本转入下一年度 项目成本呢 则是以项目的寿命周期 作为结算期 要求从开工到竞工 直到保修期结束连续计算 企业成本是一年结一次 对吧 项目成本呢 是以项目的寿命周期 作为结算期 这个呢 单独考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可以在综合期里面考一下 好 然后呢 年度成本分析啊 这个B2下 第二则的第一行 年度成本分析的依据是什么 年度成本报表 只能在综合期里考 我们接着看这段第二行 重点是 针对下一年度的施工进展情况 制定切实可行的成本管理措施 把这成本模样的实现 这是个关键句 考什么呢 年度成本分析的重点呢 对吧 年度成本分析的重点 这可以考 我问同志们啊 年度成本分析的重点呢 是不是分析我们这一年前花多了花少了 不是啊 年度成本分析的重点是 制定下一年度的成本管理措施 对吧 它的重点是制定下一年度的成本管理措施 是不是写的稍微有点怪异 那就可以考啊 对吧 注意一下 好 看例子啊 社工项目年度成本分析的重点是什么 年度成本分析的重点是什么 是要制定下一年度的成本管理措施 对吧 所以说 答应该选择D 好 下面我们看军工成本的综合分析 军工成本的综合分析啊 这个比较下第二载论 单位工程军工成本分析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二三 这三条我们要去会 考过三次多训题 啊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是2014年考的 我们要去会啊 单位工程军工成本分析啊 包括哪三方面内容啊 军工成本分析 主要自然介绍笔分析 主要技术节约措施和经济效果的分析 看看例子 单位工程军工成本分析包括哪些内容 啊 军工成本分析对吧 主要自然介绍笔对比分析 主要技术节约措施和经济效果的分析 对吧 所以这道题答案只能选D和E 看我们去年的考试题 20年的考试题 啊 下列成本分析工作中 属于综合成本分析的有 啊 综合成本分析 考什么呢 考核我们教材的标题 啊 包括什么 年度成本分析 月度成本分析 对吧 还有呢 分不分下关注成本分析 大学A第一 也是说这是标题你刚才也没讲啊 因为我不要就这么进 啊 后面呢 我们会给同志们讲 专项成本分析 啊 这个B和C为什么是错误的 因为B和C他们都属于专项成本分析啊 综合成本分析的标题 我们不要就进 后面这个专项成本分析 哎 你注意一下就足够了啊 注意一下就足够了 好 下面呢 我们看成本项目的分析方法 成本项目的分析方法 他在我们 这个教材上写的篇幅还不少 对吧 接近两页的篇幅 但是呢 在我们管理的门课程里面考的特别少 啊 因为为什么呢 很难处理考核 有因素分析法可以考 但我们前面还讲过了 对吧 呃 我们管理这门课程里面呢 这么多年来考过一次 我们来看这道题 2017年的考试题 啊 下列成本项目的分析中 属于对材料费的分析的是 哪些是材料费的分析 哎 分析材料纪约 对老物贫合同的影响 哎 这个选项的故意绕你啊 对老物贫合同的影响 这个呢 啊 老物贫合同嘛 主要是对人工费的影响 对吧 人工费的影响 B 分析材料储备天数 对材料储备金的影响 是不是对材料费的分析 对吧 C 分析机械燃料消耗量的成本的影响 机械费的分析嘛 对吧 D 分析材料减实验费 占企业管理费的比重 减实验费 它属于企业管理费啊 对吧 这不是对材料费的分析 所以说答应该选B 下面呢 我们来看这个专项成本分析方法 首先呢 看调查111页最会在人论 111页最会在人论 专项成本分析方法呢 包括三种 成本盈亏异常分析 工期成本分析 资金成本分析 这个我们要求他们记一下 综合成本分析方法呢 标题我们不要求记 对吧 专项成本分析方法 这三个标题 咱得会 成本盈亏异常分析 工期成本分析 资金成本分析 好 看看例子 实工项目专项成本分析 包括这是考标题 对吧 专项成本分析方法 工期成本分析 资金成本分析 还有成本盈亏异常分析 对吧 单选CD 好 下面呢 看教材112页 成本盈亏异常分析 成本盈亏异常分析 这里有一个细节 我们请来注意一下 成本盈亏异常分析 这个标题 第二行 检查成本盈亏异常的原因 应该做经济合设的三层步入手 我们要求他们掌握 三层步是哪三层步 看下面一行 完成多少产值 消耗多少资软 发生多少成本之间 有着必然的同步关系 对吧 产值 资软 和成本 这三个之间 有着必然的同步关系 三层步 好 下面呢 看工期成本分析 工期成本分析呢 也有一个细节 我们要注意 工期成本分析啊 这个标题下 第二次人都在第一行 工期成本分析 一般采用比较法 就是将计划工期成本 和实际工期成本呢 进行比较 然后采用什么方法呢 然后采用因素分析法 对吧 分析各种因素 对工期成本的影响程度 首先采用比较法 然后采用因素分析法 好 讲个例子 专项成本分析中 工期成本分析 一般采用什么方法 工期成本分析啊 首先采用比较法 对吧 然后呢 采用什么法 因素分析法 对吧 反正是C和D 好 下面呢 我们看资金成本分析 资金成本分析呢 这里有个公式 成本支出率 这个公式 资金成本分析 要利用 要计算成本支出率 对吧 成本支出率 这个公式 当然够 我们也就会啊 偶尔还可以考下计算 对吧 成本支出率啊 等于计算期 实际成本支出 除以计算期实际 工程馆收入 这是我们 2017年的考试题 某项目呢 在进行资金成本分析时 计算期实际工程馆收入 220万 计算期实际成本支出 119万 好 计划工程成本150万 那么成本支出率 成本支出率呢 就是我们这个计算期实际成本支出 119万 对吧 除以计算期实际工程馆收入 对吧 220万 除一下就行 好 下面呢 我们看这一节最后一个内容 成本考核 成本考核呢 首先呢 第一个内容就是成本考核的依据 成本考核的依据啊 就是我们成本计划的所确定的各类指标嘛 对吧 成本计划 它的指标 分为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效益指标 首先呢 这三个标题标记着 啊 它分为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效益指标 标题可以考啊 如果考的稍微难一点呢 拿个具体的指标让你来判断 这个指标是数量指标是质量指标还是效益指标 当然其实也没什么难度了 数量指标 你在边上加个注视 数量指标 就是一个数字 就一个数字 比如说啊 这个大卫工程计划成本 一个亿 对吧 这就是数量指标吗 就一个数字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你在边上写上 质量指标是一个百分比 质量指标是个百分比 啊 它的特点呢 最后三个字是什么什么的降低率 最后三个字是降低率 就是质量指标 效益指标 在边上写上 效益指标是一个差额 就两个数的差 啊 效益指标是个差额 它的特征是 最后三个字是什么什么的 降低额 对吧 效益指标 所以质量指标 降低率 效益指标 降低额 看看例子 效益指标中属于数量指标的是 什么是数量指标 一个数字 对吧 我们一起来看看啊 工程项目计划总成本指标 啊 这项目计划总成本十个亿 这是不是一个数字啊 对吧 数量指标 啊 B 设计预算成本计划降低率 C 责任目标成本计划降低率 降低率是个百分比 它指的是质量指标 对吧 D 按主要生产要素划分的计划成本指标 这是不是一个数字啊 对吧 比如说啊 人工费1000万 对吧 就是一个数字啊 数量指标 一个单位工程计划成本指标 单位工程啊 计划成本5000万 对吧 就是一个数字嘛 所以说答应选AD 好 下面呢 我们看成本考核的方法 知道一句话就可以了 成本考核的方法呢 这个B2C要低啊 公司应该以项目成本降低额 项目成本降低率 作为对项目管理机构成本考核的主要指标 对项目管理机构成本考核主要指标 项目成本降低额 项目成本降低率 别小看他可以考多训理 第二章呢 我们就给同志们讲完了 那么 整个第二章啊 性价比很高 对吧 绝大多数考点呢 考的都很清楚 懂了 其实并不难记 所以说 第二章不是20分左右吧 对吧 要求同志们 咱至少得拿到十五六分以上啊 对吧 不能比这个低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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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